我们的羽毛球现在消失到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在全球每10个羽毛球 就有一个是我们贵州景品生产的 羽毛球是一项颇受大众欢迎的运动 近年来围绕小小的羽毛球 贵州省景品县打造出一条巨大产业链 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记者日前来到景品县实地走访 据景品县城20余公里的经济开发区 全球最大羽毛球生产企业 亚师龙产业园区落户于此 每天约有3000多公斤500万片鹅毛 历经38道工序 在这里加工变成一只只羽毛球 我们目前工厂生产羽毛球 一天大概需要生产出12万只羽毛球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鹅毛 大概在15万只鹅以上的羽毛 这么庞大的生产 我们都需要当地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攻击 贵州景品县的地理和气候环境 很适合鹅的养殖 当地一直有养鹅的传统 但此前景品县并没有上规模的养鹅产业 通过2017年我们县委县政府 引进了全球最大的羽毛球生产加工企业 亚师龙进驻景品 利用企业羽毛球原料加工的需要 县委政府把鹅养殖作为一线一叶来重点发展 随着大企业的落户 景品县还发展起了一个年初篮300万羽的养鹅产业链 整个羽毛球产业的发展 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年10亿元的产值 还服侍带动4000多人就业 欧明业就是其中一员 和厂里的绝大多数工人一样 因为家在大山深处 就业机会有限 欧明业此前常年在外务工 虽说收入不错 但离家园始终是他的心病 制作一只羽毛球 需16根羽毛 而一只成年鹅身上只有14根羽毛 可以用作羽毛球的原材料 这就意味着一只鹅身上的鹅毛 尚不够做一只羽毛球 为此景品县专门成立了生态鹅亿发展有限公司 和商品鹅养殖公司 建设规范化养殖示范基地 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作模式 鼓励并带动当地老百姓养鹅 如今围绕着鹅产业 景品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构建起了集123产的全产业链模式 一产由鹅毛引发的链式效应 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与壮大限于经济的负名产业 通过三年多的发展 在上游已经形成了种鹅的养殖 枯发 育畜 商品鹅的养殖 中游的屠宰 鹅肉的加工 羽毛球的精神加工 下游的体育赛事 鹅饮食的文化打造等等 形成了一业商场深度融合的 一个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 谈原文介绍 景品县将着力打造 体育装备制造产业园和羽毛球运动小镇 与此同时 推动羽毛球体育赛事 观光旅游及文化展示有机结合 全力将鹅产业 打造成为复明新线的100亿级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